大家好,谢谢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讲一个有关教育的话题 为什么要讲这样的问题 因为最近这两天 有几则新闻是对我来说出动是比较大的 然后第一个是上海财经大学教授的这个女 这个新闻就是她因为有女学生上她的课 她可能一时贪色 然后猥亵了这个女生 那这个事情就是在网上吵到沸沸扬扬 首先我们一定要严厉谴责这个导师 这种行为是极其不道德的 而且我们相信最终也会受到法律的一个严厉的一个制裁 像你为师应该是一个重道的一个行业 没想到做了这么龌龊的事情 第二个是北京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房仁杰的事情 他呢倒是可能没有违法 但是确实事情做得很烂 那网上就说他一下子一日四女 然后又是欺骗了好多女学生跟他开房之类的 那这样子就是从我们法律的层面上说 可能很难 如果没有金钱的这种欺骗诈骗在里面的话 很难去从法律层面上去界定他的这种行为 但是从道德层面上我们是可以谴责这种行为的 就是他对女性的这种玩弄 是我们是不能忍 是在我们现在的既有的价值观里面完全是不能忍受的 我们首先看这两则新闻 他打的标签 其实都很醒目 一个是上海财经大学 全国顶顶有名的财经类院校 另外一个是北京大学 全中国是数一数二的大学 可能与之匹配的也只有北大 这种浙大这一类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这一类的院校 那像这两个学校 又是在这两个学校兼任着很重要的教师岗位的两个人 并且在自己的专业上有所突破的两个人 在道德方面 在为人师表的这种崩伴方面 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 这就相当于什么 有才无德 像这样的人在我们看着 当然了整个院校放下来 每个学校可能员工几千名 甚至比这还要多 但是这个比例可能是会很低 但是我们想 为什么在这个行业里面 做到如此高的位置 或者是获得如此高的成就 在私德方面会如此的下三滥 那我不得不引出另外一个话题来 就是说河南高中的一件事情 河南一个高中 就因为一个学生 就是因为学生 几个学生在宿舍里面吃泡面 吃泡面被抓住了 被抓住了 其中有三个买好多箱泡面 然后其中另外一个被开除 做开除了处理 那这中间好多网友就猜测 是不是仅仅因为吃泡面的事情 仅仅不是因为 仅仅认为这个吃泡面的事情 把他们买泡面 或者是把另外一个开除 是不是有其他的事情 从我们现在网上都出来的 这些新闻来看 这个学校 这个校长的这个作风 一以贯之 就是其中有个学生反映说 我弟弟因为晚上宿舍 大家都知道高中会熄灯 熄灯了之后还在厕所 被抓住了 然后喊他七十多岁的爷爷 去学校拔了三天草 更有甚者说 有的我就是刚洗完头 在学校里披着头发了之类的 然后被喊父母 有的是因为在学校里面 戴着口罩之类的 被这个校长打 那我们看 学校我们知道 高中它并不是义务教育 九年义务教育 那这个时候 每个学校就高中了 大学了 它这种非义务教育 学校会制定自己的校规 然后并且在这个校规的基础上 对违反校规的学生做一个处罚 这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无规矩不成方圆嘛 但是这个校规 一般情况下 像做开除处理的话 一般都是 实在是对校规的处犯 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就是 我们说就是 无药可救的地步 像前一段时间 有好多大学在清除 他们里面学校的一些 好多本科生了研究生了 清除出去 因为什么 就长期旷课 或者不上课这种现象很严重 然后又寡课很多 那这种 站在我们普通人的角度上 看到这样的新闻 我们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通过这样的淘汰 我们可以提高 我们整个学术的 氛围的一个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但是 当你这个权力进行滥用的时候 是怎样一种情况呢 比如说看这所高中 吃个泡面 你就罚他买泡面 买那么多 首先你问一下 他为什么吃泡面 他为什么不去吃香喝辣的 我也是从高中经过 我最多的时候是一个礼拜 天天吃泡面 为什么 那时候家里给的生活费是固定的 没钱了呀 没钱了你又不好意思管家里要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出来 也大一点了 也懂事了 就感觉父母也不容易 那自己每天就吃泡面 感觉也是可以的 因为那个时候学校也没食堂嘛 外面的饭菜也挺贵的 当时一份可能也就十几块钱 泡面一袋可能也就三块钱 两块多 吃个泡面买个饼子 也就搞定了 所以说你学校难道不本着 人文关怀的一个精神 去问一下你们为什么去吃泡面 对不对 犯错了是犯错了 但是我们要本着叫 就是治病救人的态度 要问一下 学生在学校里戴口罩走 你没有问一下他原因吗 是不是因为感冒了 或者是因为过敏等原因 他随手要戴个口罩 一般学生太懒得去戴个口罩 对不对 像学生披着头发在学校里面走 首先认为 这个披着头发 到底符合你的校规 那是你 确实是你说了算 但是你也要 在一个范围里面 要有一个度量 而在这学生上厕所 熄灯了 谁规定了 熄灯了不能上厕所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这样子吧 把那校长抓在一个黑房间里面 就不给你开灯了 让你死 别说两天两夜了 让你一天一夜不要动 尿不能撒 食也不能拉 你什么态度 你到时候什么反应 所以说 这种校规的滥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 作为学校治理者的一种什么态度 就是我教书 我要的就是一个指标 成绩好不好 入学率高不高 这是我唯一的指标 其他的都给我扯淡 不要 不要给我说别的 特别是这个校长 在处理这件事情上 我看里面好多的报道 是这个校长他出面 他做了这些粗略的行为 什么打学生了 让学生喊父母过来 拔草之类的 就是通过学生的授权 校长的授权 而且学校里面还有一些老师 专门的去抓一些学校的 一些高中的情侣 然后私下里去进行罚款 像这种私下里的罚款 什么的 我就感觉应该是 如果细究的话 可能他们就会触犯法律的 为什么 敲诈勒索 他以什么来敲诈勒索 就是说如果你不搞 你不给我这个钱 我可能是通过 我知道你谈恋爱的 这个情况去告诉学校 然后并且把你开除 那这不就成了敲诈勒索了吗 通过非正当的途径 来获得别人的财富 所以说这个应该是 学校领导 集体形成的这种一种思维方式 就认为 OK 除了成绩 别的 我们都是扯淡 那造就了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 上海财经大学和北京大学 这两个老师 出的这个问题 很大程度上是基础教育里面 我们经常会说的 素质教育没有赶上 他们不知道 什么是道德的 什么是不道德的 什么是社会规范 能够让你去 最逼触犯的一个 道德的一个底线 他们不知道的 他们只知道的是 我怎么做 我自己快乐 我怎么做 我自己爽 你追根究底 是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 这样获得成就 如此高成就的人 究竟是怎样培养出来的 他一直成长的一个过程 是怎么样的 这所高中 就告诉了我们 你底下 再怎么 再怎么 怎么说呢 就是 再怎么乱 再怎么搞 你只要 给我出成绩就行了 遇到事 我也很武断的 就是说 要么罚款 要么打你 这是解决问题的 方法吗 这是培养一个 人才的方法吗 我们可以这样想象 就这所高中 如果是另外一种方式 就遇到学生 他有问题 或者是出现 这样那样的问题 他吃泡面 他戴口罩 他谈恋爱 等等这样的问题 我们作为老师 是不是应该去 了解一下 事情本来的原因 并且提出 解决这些问题的 一些方法 去悉心的 去疏导他 学生成绩 为什么不高 去问一问 有时间去教一教 学生为什么谈恋爱 怎样去做一个 帮助他人的人 怎样有时候 不要做事情 做得那么自私 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 多去教育他 这样我相信 培养出来的人 他首先是 有情有爱的 即使他 从你这个学校 从你这个高中 毕业了 他以后 不去读大学 他到 社会上 他去卖 羊肉串 他去做 刀削面 他去做 兰州拉面 他去 KTV 从业 起码 他有一个 人性的存在 他认为 就是学校里面 给他的教育 是有爱的 是有包容的 是尊重别人的 那这个时候 他是不是在社会上 当他独立去行事的时候 他也会 潜移默化的 被你之前的 这个教育所影响 他在做事情的时候 他就会 不自主 不自主的 去朝着这个方向 去做 你今天 用暴力的方式 去解决他 用武断的方式 去解决这些问题 教育出来的学生 那他可能会 成绩会很好 他可能 从你这个高中毕业 他考上了 上海交通大学 复旦大学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都考上了 但是 他在你学校的 成长的这个过程 心里是扭曲的 因为你当时 教育他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说 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 所有的事情 都是朝着自己 想要的这个目的 去走 其他的一些 都是 服务于自己的 这个目的的 我今天 就想释放 我的兽性 我就想 猥亵一个学生 OK 我就把我学生 通过各样的 各种各样的方式 骗过来 我只要爽了 高兴了 一时快乐 什么我都 不要去想 解决的办法 我就是通过 我的自身 拥有的权威 在这个行业里的权威 去 去恫吓你 去威胁你 你不服从 可以啊 高中 的方法 就是开除你 教授的方法 就是真门课 不让你过 甚至 你的毕业论文 我都不会让你通过 博士生 导师 他这是什么 他就认为 我这个事情 我又 没有威胁谁的生命 北京大学这个 叫逢人杰的这个人 他就说 我不就是烂情吗 烂情我有什么错 这也说明什么 这也说明就是 他就是想着 他自己的快乐 他没有考虑到 女性或者对方 跟他真心想谈恋爱 或者是真心想交往的 女生的一个感受 没有去舍身出地的 去尊重女性 把女性作为工具 所以说归根结底啊 我们好多事情 可能只看到 上海财经大学 包括北京大学 这个事情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结果 看到这件事情 只是一个 一长串教育里面 体现的一个结果 好多时候我们 讲究 要 不仅要治标 也要治本 但是往往 我们在社会上 在考虑这样的事情 在探讨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只是在治标 就说 针对北京大学 针对 上海财经大学 这两位老师 进行处理 这就是 就事对事的处理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 完全没有想 是不是 我们应该通过 其他的方式 更去治本 去考虑 我们这个教育 从下而上 是不是 在标准的衡量上 在教育的方式上 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所以说 我们要努力的 还很多 不要仅仅看到 这个 上海财经大学的 这个 教师 OK 最后被法律制裁了 北京大学的 这个教师 最后可能 没有被法律制裁 但是被北京大学 辞掉了 然后在教师行业 被弃除掉了 但是得到的这个结果 只是让他们两个人 被解决掉了 可能会在我们这个教师队伍 或者是其他行业 还会隐藏更多这样的人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 记住 所有的事情 它都是 有缘 有中的 这个时候 我们要叫 追根溯源 那当然 我们教师行业上 我也有好多朋友 是同事 幼儿教师 甚至小学 初中 高中的教育 教育 我也有当时 我的老师 跟我一块 我读大学的时候 我身边有好多老师 我们也见证了 好多这样的 对学生负责 认真 细心 有爱心的一些老师 我们也希望 这些老师 能够在各地的校园 在任何阶段的学校里面 能够更多 更服务于我们这些 在成长中的这些学生 让他们长大以后 回到各自的岗位上 能够在做事情的时候 本能化的去朝着 有爱 有尊重 的方向 去做 好 谢谢大家 今天大概就聊到这里 谢谢收看我的频道